大家好,今天我們一起看看預警員的裝修單位 花園和大堂都令人感到很舒適 走廊用了地板的保護 方便了工程進行的時候可以運送那些物資 一進到單位 看到單位都很方正 前面就是開放式的廚房 他們已經在等了 已經幫業主換了新的鋁窗 開放式廚房上面就是特色的假天花 之前完成了地台防水和木地板鋪上牆身的工程 另外也安裝好煤氣 鋁質假天花是怎麼用的呢 就是用了特色的LED燈 就是用這個遙控去操作 好像這樣用 有光暗的變化 之後就來了偏廳,偏廳保留原跡 放回飯桌,客飯廳就分明了 也都為業主要求保留了氣窗 但之後就會被客廳的裝飾櫃遮住 下一個地方我們來到窗台的位置 哇,相對這個窗台的景觀很開揚 也都為業主更換了窗框 還有噴上了白色的防吊漆 我們可以在畫面看到 更加美觀了 業主都覺得很開心 冷氣機旁邊完成了鐵器和石膏板的工程 用了這兩個工藝去包住冷氣機喉管 那就可以更加美觀了 之後我們經過走廊 看到第一間房 我們本身做了冷氣的保護 房間好實用,可以放到米5的雙人床 完工之後師傅就會拿走這些之前的建築材料 之後我們來到浴室 看到之前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層的Sidka103藍色防水的塗層 密度更加幼細,滴水不漏 做好了假天花 玫瑰金色的塗門低調又高貴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主人房 看到本身地腳線已經鋪好了 主人房的景觀都很開揚 同樣換了白色的防吊漆 和特大的鋁窗 全新的窗架拉釘手把 門架可以有大約五萬次的開合 整個鋁窗用了中空玻璃的設計 50鳥口 同時間可以做到隔音 隔熱 減少了陽光的穿透量 同時阻擋了在旁邊朗天路的噪音 今集來到這裡 請期待我們下一條瞬間看地盤